能够让他离苦 那就唯一同情他的苦 悲心为他回向念佛 所以佛陀在丈夫论 这部经典你看 大丈夫论 名字取得好不好 所以各位 男女只要发菩提心 都是菩萨 都是大丈夫 所以大丈夫论里面写的 悲心施一人 功德如大地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一直鼓励大家 一直买来一直买来 因为等一下念完 他们又赶快布施 明天又大蒙山 很多人都出钱出力 到处送 而且我交代他们 要送就送好了 现在很多老人愿意说 不要再送米来 太多了 米里面还有米虫 他们在那边撞 你要送就送 又贵的又精致的 老人看了都会流口水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过午不食人 哇 暗时也好 流口水 这个东西成功了 要买好的 送好的 所以 以慈悲心 布施一个人 功德如大地一样 但是 为己施一切 得报如借此 但是如果你今天 为了自己的福报 享受 就算你布施所有的众生 功德 就像一个小小的豆子那么小 但是 慈悲心只施一个人 哪怕一只动物 功德确如大地 所以我想各位 布施不是说你有钱没钱 悲心最重要 佛这样告诉我们 救一恶难人 胜于一切施 这个人 现在 没钱 看病了 这个人现在很痛苦了 但是你能够救他 超过所有的布施 所以佛陀说 念一下 众星虽有光 不如一月明 天上的星星 虽然是亮的 但是不如月亮的光明 那佛陀这样讲的意思说 你用慈悲心 哪怕吃几颗饭 一滴水 帮助一个可怜的人 所以我们最近 一直提倡 念一下 慈悲便当 希望大家多推广 新加坡很有福报 新加坡居士林 没饭吃的 24小时都有 新加坡解决了 所以各位 那你就多布施的 去那边帮忙也可以 但是其他国家 特别印尼 就没这个福报了 印尼只要一淹水 就没饭吃了 所以我们印尼 很多菩萨 就专门做便当 一直做便当 一直送 那台湾前一阵子 中南部淹水 我们就发动很多居士 做了很多素食便当 那边很高兴 当然这时候给他钱 是有心理安慰 但是又给他便当 又给他食物 对不对 那就要有这个福报 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等于 天上的月亮 怎么亮 超过几百亿个星星 最后一句念完 那我念完这个是 等一下要请我们 战日法师 讲一下 他们在森美兰 所做的 这些救护生命的 菩萨工作 救蟒蛇 救乌龟 救山龟 救四脚蛇 救骆驼 各位都知道 我们在那边 已经有22只 本来要被杀掉的骆驼 救那些大的牛 羊 等等 而且既然救来了 再来怎么养他 所以要大家发起 大家来 任养饲料 好不好啊 任养饲料 《华言经》里面 说了 菩萨乃至不施 畜生到的食物 一砖 就是一口饭 乃至一粒饭 玄作是愿 所以菩萨呢 乃至一砖之食 乃至一口饭 都会发愿 当令此等舍畜生到 所以各位 你布施米啊 给鸟吃啊 愿你同享甘露 永离轮回 这样啊 永离三恶道 你布施一定要这样发愿 当令此等舍畜生到 利益安乐 就近解脱 脱离畜生到 至少现世安享天年 来自做人生天 来自往生净土 所以菩萨如是 专心细念一切众生 那各位发菩提心啊 那鸟时时刻刻 想的树上的鸟 像我们在台湾的罗东宜兰 养了很多动物 但是鸟不用养 我们就用那个飼料 盖起来 不怕雨 然后种了很多树 它们全部住在那边 一棵树可以住好几万只的鸟 天天在交响乐团 然后就负责大家 一直喂啊 所以买着不一样的饲料 因为各种的鸟吃 不一样的饲料 大大小小 反正就放在那边 所以菩萨做这样布施 还要祈愿这些畜生 脱离轮回 菩萨如是专心信念一切众生 以彼善根而为上手 所以各位慈悲是最好的善根 最微小最没人注意的蚂蚁蟑螂 都是你不失的对象 这个是最好的善根 最重要 为其回向一切种子 然后回向这些众生 将来有佛陀的智慧 所以从基本的到最近 就近成佛 所以佛陀在大涅槃经说 佛陀过去是维修一法 哪一法 就是慈悲心 特别给众生快乐 所以各位要让他快乐 吃好的 用好的 喝好的 所以叫维修一词 经此结事 七反成坏 然后在佛陀的那个时代 这个世界变了七变 变了七变 那么佛陀因为过去这样布施 都不来这个生灭结坏的事件 偷胎 为什么 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佛 但意思是说代表 他不用在这种生灭变坏 因为他做的慈悲的布施 不来此生 所以当这个整个世界坏掉的时候 菩萨过去就偷胎在光阴天 当世界又形成的时候 菩萨又做上帝 犯天做大饭王 而且因为这样慈悲的布施 三十六反 做玉皇大帝 无量百千事 做转轮圣王 到最后成佛 所以佛陀这样讲就告诉我们 佛陀在阴地做菩萨 他就是修慈悲心 专门照顾那些可怜的众生 因为这样 不遭受这种劫坏的痛苦 而且做大饭天 做转轮圣王 叫救进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听我这样说以后 大家很努力的 虽然我们在新加坡 住得那么好 我还是赞叹一次 没有蚊子 你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倒觉得很新鲜 因为当然除了去加拿大 这些地区没有 因为它没有冬天 在台湾已经习惯了 反正时时刻刻有蚊子 我们以前做早课的时候 天啊 这下要喂蚊子了 早课的时候是蚊子最多的 网课的时候就是蚊子最多的 然后呢 还不是一般的蚊子 一只可以钉你十几包那种的 这样啊 然后呢 你做完一个早网课 我们师父说 做完大布施 下水 这样子 因为没办法 所以 因为传统的寺庙都是如此的 没有寺庙在装网子的 没有了 而且在恒春 四十度 四十度 那时候又热 蚊子又多 但是就 不能动 你不能这样 我们做早晚课 师父都规定了 就像各位打坐 打坐你脸再怎么痒 你不能抓了 抓了就不算 从头再来 你打坐一个钟头脸痒 哪里酸都不能动 你一动 他就 打下去 做早晚课也一样 在这边 像我们以前和掌这边念 蚊子就钉手 不能动 师父不在 后来干脆大家都抹了那个防蚊液 我师父一上来 怎么会有怪味道呢 防蚊液 各显神通 没那么多了 但我师父从来不抹这个了 我师父好像正常正常 不是蚊子不叮我师父 习惯了 特别我师父的肉又肥又嫩 但是他师空见惯 他认为 布施就是 你越在乎他越痛 你越能够放下面对他 还超越 这个时候是念佛诵经词咒 不是抓蚊子的时候 不是抓痒的时候 各位要养成那种习惯 修苦行 所以故意去找一个五十度了 等我念一部地藏经才出来 念到地上都在滴水 你要故意这样去做 妈妈在生病 快死了 你跪在地上 早就忘了膝盖痛 这就是我这一辈子 第一次送地藏经 妈妈在那边痛苦 忽冷忽热 癌症的痛苦 我跪在地上 送地藏经发愿 这是我最大的感应 那个时候 那你现在叫我跪 你自己跪 那心情不一样 那个时候妈妈痛得要是 早就自己忘了自己 这只痛 希望地藏经能够回向给母亲 好 那我这一篇主题 我过去就讲过了 我目的要告诉各位 上供的虔诚福报 不可思议 下施的慈悲功德 更不可思议 但是无论上供下施的福报 我们都要回向菩提 回向众生 不然你福报太大呢 你反而像我老师说 我前半生 没有出家前 就是福报太大 造了很多恶业 被我师父嘲笑 但是我既然有机会 听文佛法 那我要比别人更精进一点 老师说了 很多人说海涛法师 你怎么不自己去盖一间寺庙呢 你新加坡道场了 在哪里 给浪 租的 从两千被涨到五千 那你就盖一间 No 呼声员可以 钱要用在刀口上 做烟共香 私食 帮助贫穷 所以我们在 尼泊租了一个地方 用租的 因为现在里面有 二十几个 这些孤儿 我们战日法师慈悲 然后又能够刚好碰到善之士 那边几位格西很端正 他们呢 吸毒的把他们 请过来 教他们工作 祖宿时 顺便带小孩 所以这样呢 大家就在那边成立了很多慈悲事业 但是花的钱很少 租的比较快 但是如果你要去买要去盖啊 那当然下辈子吧 但先把这些小孩子带好 让他们能够出家 那就更重要了 但是我也不是说不做 我认为姻缘到了 那人家刚好寺庙没人 像在台湾 台湾就很多寺庙没人啊 他们就专找海涛法师 我现在要拼担拼拼拾 因为他们老比就你老了 所以我在新加坡 也是这样孝项呢 他们是 但新加坡跟台湾不一样 新加坡你三十年 听说租了不行 政府收回去了 所以你下回 还要更多钱给他买 所以新加坡压力大一点 那台湾是寺庙多的不得了 多到到处 那像我有点知名度了 他们就很喜欢找我去 不过找我去 海涛法师找你来寺庙给你 好啊 但是你不要给我点很多烟 会花去 那不能接不能接 你不要给我这边养动物 那不行不行 再来你这个牌位要收钱 那更不行不行 那算了算了不要借 因为他们寺庙盖起来 都是这样盖起来 结果我去给人家革命 对不对 他不是说 你现在不收钱 那我就对不起前面的信徒 我说对哦 这个你也要计较 所以弄来弄去 就是何不来 因为他已经习惯这样了 所以我认为 要看到真理的人 还很少 对不对 盖寺庙倒很容易了 但是啊 真理才是我们的寺庙 慈悲才是我们的寺庙 所以一切随缘 好 我认识庙倒很容易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爱佳人爱就